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這個 大家都會知道,非常平價的牌子 BBIAB啊 他們的眼影還有唇膏 那他們的眼影呢,這個系列 全部都是霧面的 我應該是每個顏色都有 我有十個顏色 然後這個系列呢,我只有買兩個顏色 我知道他們還有很多別的眼影啊 還有眼影粉啊 但是我買的時候剛好官網 官網在做折扣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貨 然後有一些 就組合會比較便宜的 都沒有貨 所以也許以後再跟你們分享 我都是從那個台灣的官網買的 我並沒有買就是別的通路 因為他們好像假貨比較多 我不喜歡別人問我怎麼分辨假貨 因為我不會分辨 我也不知道怎麼分辨 反正我都買就是我確定它是真貨的通路 因為 你們也知道啊 如果你買一個你不是很確定的東西 你只能確定 你檢查之後 你只能確定它是假貨 你沒有辦法確定它是真貨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有時候它是不是假貨 你可能只是還沒有檢查出來 所以我不喜歡這種不確定的感覺 我都買 我可以確定是真貨的通路 然後呢,還有他們超級有名的唇膏 有紅管、綠管和這個金屬粉色的管子 那這個我就買一支 這個我買三支 這個我買兩支 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對他們霧面眼影的想法 他們這個霧面眼影啊 我覺得非常就是韓系協同的霧面眼影 他們的顏色我不能說不顯色 但感覺好像是 呃...跟透明蜜粉混合過的那一種感覺 非常的柔和 它上出來的顏色 它很容易就壓到它這個眼影可以打到的飽和程度 所以它不算是不顯色 而是它的顯色方式是很柔和沒有邊際的那一種 所以感覺它畫出來的眼影啊 都是柔柔的然後 呃...溫和的 如果你想要強烈的眼妝 那可能就是靠眼影的線條感啦 來做出那個強度 他們的眼影是軟嫩的那一種 然後他們的粉質也是軟軟的 如果你輕輕的沾就沒問題 用力的沾那粉就會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看呢 是非常經濟實惠 很值得買 但是它的顯色方式 我覺得會限制它能創造的妝容 像歐美的霧面眼影啊 它飽和就是很扎實的給你那個顏色 那這個就是軟軟柔柔的很容易暈染 但小心不要做...就是不小心過度暈染 讓它顏色都不夠飽和糊成一團 那就會化髒掉 這個是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那他們的眼影呢 這個系列 霧面這個系列 我覺得用來當作 呃...修容啊 bronzer啊 腮紅啊 都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好暈染嘛 那在臉上我們也不需要非常扎實 強烈的顏色嘛 可是當作眼影來使用的話呢 你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你畫出來的眼影都是這樣柔柔的感覺 然後這個珠光眼影呢 還...還算顯色 但是它的光澤不是非常的強烈的光澤 是那種...呃...隱約的珠光 但是...它不是那種... 怎麼說它的珠光你推開之後啊 是顆粒型的珠光 不是一層... 我不會形容欸 你們知道有的珠光推開是顆粒型的 韓式眼影很多這種珠光 但還蠻好用的 我有畫在眼睛上面 等一下會有這個妝容 妝容畫完之後呢 會有我所有唇膏的試色 就搭配這個眼妝試給你們看這樣 那我先給你們看我所有的眼影的試色 這個是這個系列的3號 它是...我脫水好醜 它是有一點玫瑰金的珠... 嗯...玫瑰金色調的金色 可是它的金色成分多一點 有一點橘橘的有一點玫瑰感 蠻漂亮的 接下來這個是4號 是有一點古銅感的卡奇古銅色 第一個顏色呢 霧面色這個是6號 我覺得這個拿來當作腮紅很漂亮 不是非常明顯 就杏桃色的腮紅 接下來這個是7號 是鮭魚粉色 接下來這個是8號 這個顏色當腮紅超級無敵漂亮的 我今天的腮紅是這個 還有這個疊在一起 超美 接下來這個是紅棕色2號 原諒摩托車好 我沒有辦法控制它們 接下來就是比較中性的色調 剛剛前面都是比較暖的 這個是...有帶一點點灰感的 霧面淺咖啡色10號 這個是1號 是帶有駝色調的霧面咖啡色 有點暖暖的 但不是太暖 一點點的駝色調而已 接下來這個是霧面的灰核色 接下來呢這個是霧面的灰色 上面這個有一點點紫色感覺 這個就比較有一點點卡奇感 你要修容的話可以用這個 我今天用的是哪一個啊 上面這個我忘記哪一個當bronzer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說 妝容的時候跟你們說 接下來這個是4號 4號這個是灰色 深灰色 接下來這個是完全很冷色調的霧面深灰色 上面這個看起來還暖一點點 一點點卡奇調 這個真的就是灰色了 那這些呢就是我這次買的眼影 你們看得出來都是很柔和的 它的橙色效果都不是非常強烈的 再來呢要講的是唇膏 我先說我覺得他們的唇膏都非常的滑順好畫 那他們滑順的原因並不是說很滋潤 因為像有的唇膏很滑順很滋潤 它是裡面油脂成分比較多 那霧面感就會下降一點 他們家的唇膏很滑順好畫 而霧面感還是很明顯的原因 因為它滑順的那個成分 像是MAC有出的那種lip primer 或者是colourpop 他們也有出嘴巴用的那種primer 它裡面就有細的成分 所以就是會滑滑的 像補土型產品那樣 那滑滑的東西讓你滑順好畫 但它並不會讓你的霧面感下降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霧面感的話 這算是一個好處 但是那個滑順感並不是來自它非常滋潤 它是不會顯唇紋沒有錯 但是呢你的嘴巴的保養還是要做好 它雖然很滑順好畫 但是時間久了之後啊 你的嘴巴如果本身很乾的話 還是會有點呈現出來 所以呢很霧面很滑順是非常好的優點 那它滑順不是因為特別滋潤 而是它感覺像是lip primer那種 裡面有細的成分在 那我覺得它們的紅管綠管和這個金屬管呢 金屬管是稍微滋潤一點 稍微有一點點光澤 但它還是偏霧面的 並沒有珠光 那綠色和紅色呢 我覺得它們的表現非常的類似 我覺得紅色的香料的味道更重一點點 然後紅色的那種 細的那種補土型的滑滑成分 稍多一點點 但我覺得非常的接近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手上有試色 想要看嘴唇的試色的話呢 你們移到影片最後面 我妝容化完之後呢 我就會配合所有的顏色試給你們看 那我們就開始看這些唇膏的試色 第一支呢是金屬管的豆沙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擦起來非常的舒適 顏色很好搭配 每天都可以用 忘記講色號 這個是十號 十號 下一支是 八號 這一支是 偏粉調的豆沙玫瑰色 那綠管紅管的霧面感呢 都比上面這個金屬管的還要更霧面 接下來這個是綠管七號 這個顏色呢 比上面這個帶粉調的豆沙色 更偏珊瑚色一點 接下來是九號 這支是綠管九號 它是帶磚色的紅色 磚紅色 很漂亮 接下來是紅管的四號 這是玫瑰粉色 紅管的玫瑰粉色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實用 如果你很喜歡畫一些很甜美的淡妝啊 那你可以配這支唇膏 再來是紅管的五號 這一支呢是九紅色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面擦的顏色 那這一些呢 就是我這次買的唇膏的顏色 如果你們想要看實際的試色呢 在影片的後面 我畫完妝容之後 我會把每一支 都實際擦在臉上 給你們看全妝的效果和感覺 那我覺得他們這個牌子呢 呃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雖然是平價 然後很好用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他們的選色範圍非常的窄 很韓系的選色 他們的眼影啊 有冷色調的眼影 但是非常的少 他們很喜歡選暖色調 他們的唇膏全部都是很實用的日常色 連這種深色啊 也都是這種很顯白 很襯膚色 算是深色裡面的很大眾的顏色 所以他們的選色範圍很窄 都是很常見 很容易使用的顏色 那你如果想要找一些特殊色 譬如說很冷色調的眼影啊 或是很特殊顏色的唇膏 很裸的唇膏 他們就沒有這些選擇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實用 很大眾化的顏色 那想要看今天的妝容 還有唇膏實際上嘴的顏色呢 就繼續往下看吧 那我們一開始為了節省時間 我底妝還有眉毛都已經先化好了 那我們從 霧面的象牙白色眼影開始打底 因為我這次沒有 我這次沒有買他們的 我不確定是 他們應該是因為他們沒有出來 不是我沒有買 他們好像沒有出霧面的象牙白色眼影 應該沒有 所以呢我要用我自己的 這個是 Ben Nye的Shell 我覺得Bobbi Brown的 Bone 然後Ben Nye的Shell 還有MAC的Bruly 都是打底非常好用的霧面象牙白色眼影 然後呢刷G.R用Dellium Tools 778 打底 我現在眼睛上面已經有那個 Inglot的Eyeshadow Keeper 因為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呢 就先把底妝眉毛都畫好 然後 回家之後可以利用晚上的時間 錄一下妝容影片 好啦現在眼皮很清爽乾淨 再來我們要用 眼窩暈染色 先讓我選一個顏色 好對焦了 這個是01 它背面寫的是這種欸 韓文和數字 並沒有中文 我會去核對一下中文 它的中文看起來都 很gogy 然後我要用這個是 Makeup Addiction的Controlled Blender 是扁扁的有點像MAC 217這樣 沾這個眼影的時候呢 這樣輕輕的碰就好 特別是這麼鬆的刷子 你如果直的這樣掃掃掃它就會 掉粉出來 因為它有點鬆 但它不是鬆到你都不能用 你看我這樣輕輕的沾 什麼事都沒有 沒什麼問題 我會在手上這樣控制一下 特別鬆的眼影我都會這樣控制一下 不要沾太多的亮 然後我想要上眼窩 它這邊是比較重的顏色 我很喜歡這種前後型的畫法 因為我的眉眼距太近了 像Cara那種眼皮很大的人啊 就很棒 很大的空間 這樣橫的 刷子拿橫的 上去之後啊 往前帶 也可以直過來打個圈 把它油膠一點 好了 畫好之後是這樣 再來呢我一樣用同一個顏色 然後我要用的刷具是這個 Zellium Tools 780 應該是Pencil Brush 鉛筆刷 然後同一個顏色我要上在下 搓到眼睛 我要上在下眼裡的地方 然後後面的地方稍重一點 有人說他們覺得這隻刷子很刺 可是因為我化妝的力道實在是太輕了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 妹妹在回應我說話耶 你們有聽到嗎 錄影片都不知道會不會 錄進去 可是你們聽到很好 妹妹說話很可愛 再來呢我要用這個紅棕色 這個是2號 這個紅棕色 然後我要用同一支這個 鉗筆刷 一堆膠 這是跟剛剛的自己一樣的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要加強眼尾的地方 然後 我想要加一點點在眼頭這個地方 加一點點 稍微 點擊一下兩邊 摩托車 你快解體了 這次呢我要用一個深的灰棕色 它不是暖調的顏色了 這個是4號 然後呢我要繼續用同一支鉗筆刷 它很好用 我想要加深上下眼睛的眼尾 那眼頭就不化了 我覺得後面的顏色比前面重一點好 這個漸層比較漂亮 加深上下眼尾 然後 范圍注意一下 還是要讓剛剛的咖啡色露在外面 這樣才有漸層的感覺 再用一開始用的那支暈染刷 稍微暈染一下邊緣 這眼影很好暈染 那要小心過度暈染 有的眼影就會這樣 它很好暈染 但很容易暈染過度 反而髒髒 好了眼睛整個眼型主體的層次都化好了 再來呢我想要在下眼影的地方加一些暖色調 我本來想要用這個是8號 這個 本來想要用這個8號鮭魚粉色 但我覺得這有點太暖 所以我想要跟這個混一下 這是什麼 6號 倒下來 不要這樣 好 我想要混這兩個顏色 這個是8號 這個是6號 先倒過來看 應該沒看法吧 對 好混這兩個顏色 這樣讓它不要太暖 你不要一直鞠躬 然後呢我想用NARS的這支15號刷具 它好像有改版過 所以我不確定它現在什麼號碼 但還是有這種平頭的這個刷子 這個是NARS 上在下眼影這個地方 想要讓它有點暖色調 他們家牌子這個 我要講什麼他們家牌子 他們這個牌子的霧面眼影呢 別的系列我不知道 只是它這個系列的霧面色都是 柔柔的感覺好像有跟 透明蜜粉混合過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顏色都是柔柔的輕輕柔 然後很容易暈染 沒有很飽和的很強烈的 顏色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所以他們家這個眼影畫起來的妝感就是這樣 柔柔的 除非你有用眼線啦 很強烈的線條件去做加強 不然它就是這樣柔柔的 很韓系的霧面眼影啊 韓系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整體的眼妝看起來比較柔和 不然用上面這個灰棕色上去之後啊 眼妝看起來又嚴肅了一點 所以我會加一點這個顏色 接下來呢我要用點他們的珠光色 這個是3 欸幾號啊 嗯 03 為什麼又寫30又寫03啊 這樣到底什麼意思 這樣是30還是03 這整人眼影嗎 好啦你們看得懂就好 我要用這個眼影 然後呢用這個是MAC242 好我要上在眼睛的中央我不想要上太多 然後稍微往兩邊 你看很細緻 但它就是顆粒式的光澤 好啦 接下來我臨時決定 臨時 決定下一個 就是這個顏色 同一個顏色 同一隻刷子 我想要在這裡上一點這個亮亮的眼影 想上這個顏色 因為我這次沒有買到可以適合眼頭打亮的顏色 所以我要用 這個是 ELF的 Illuminating Palette 這個 打開來 我要用這個顏色 打亮眼頭 想要看這一盤試色的話呢 我很久以前就錄過了 嗯 好像是ELF 購物的厚還是 之類的吧 嗯 然後呢 我要用的刷具是這個 這個是 Dellium Tools 7-5-5 對 這ELF這盤超級 飛粉 人壓得非常的鬆 所以沾的時候 小心一點 不是飛粉 就表示這東西很爛喔 我之前在觀眾常問的 12個問題影片裡面有講過 飛粉到底是怎樣 這東西不差 好了 很隱約啦 嗯 再來呢 夾睫毛 RMK的睫毛剪來照慣例 好 夾完睫毛之後呢 我要來畫眼線 我先用 我每次都用這個 Laterhouse的101眼線筆 黑色1號來畫內眼線 畫好內眼線之後呢 我要用這個5號 它是霧面的灰色 為什麼要分兩段啊 霧面的灰色 然後呢 這個是 Make Up For Ever的 256號刷子 我來畫外眼線 細細的一條 用按壓的方式 其實我平常習慣用黑色 但它沒有黑色 我想就用這個試試看 搞不好不猜啊 接下來呢 我要刷睫毛膏 我這次要用這個 KATE的睫毛底膏 搭配這支咖啡色的 這是什麼牌子 是... 我忘記什麼牌子 我再跟你們說 我上次有用過 之前啦 之前有用過 然後到這邊眼妝就完成囉 好 到這邊眼妝就完成囉 那接下來呢 腮紅還有bronzer 我都要用他們家的眼影 來做示範 我覺得他們家的眼影 來用在臉上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想要用我剛剛畫在眼下的 那個組合來做腮紅 這個是6號 這個是8號 給你們看 我想要用這個 做大範圍的底 然後這個呢 在一些比較高起來的部位 點上一點粉色的腮紅 你們知道為什麼喜歡淨淋嗎 這樣看起來可能會比較立體感 然後我要用的刷具 是 這個是 Ben Nye的RB153 我之前有分享過他們的刷具 我超級喜歡 然後呢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說一定要去買 因為它會洗出黑水好一陣子 之後呢 才可以好好的使用它 可是它真的太便宜 超便宜 我先用這個6號 範圍稍微大一點 你們看它這個粉壓蠻鬆的 我這樣 我沒有刷我就這樣拍一拍 就沾到這麼多的顏色 在手上調整一下 這顏色又要在臉上蠻自然的 杏桃色 然後呢 在 在臉頰最高的這個地方 我要疊這個是 8號 8號用在鞠躬 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這樣倒下來 可是我覺得疊在一起啊 比較沒有那麼粉嫩少女的感覺 稍微成熟一點 但用這個顏色啊 是比較 年輕可愛一點 再來呢 他們的這兩個顏色眼影 因為我是 這邊比較凹陷 我不太需要做凹陷型的修容 所以呢 這個我就不會用 如果你們想要修凹 或者是鼻影之類的 可以用這個 3號 這個顏色 如果你需要凹陷感 可以用 還不錯 可是因為我需要的是暖調的顏色 因為我是要 壓我的額頭啊 顴骨啊 這些不要突出的地方 我不需要讓其他地方凹陷 所以呢 我用的是 那個什麼 10號 這個 稍微暖調一點的顏色 然後我要用同一支刷子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我在手上把它掃乾淨 好啦 我知道有那種 什麼顏色轉換用的東西 可以在上面刷乾淨 或在紙上刷乾淨 但我很懶惰都這樣 額頭 因為我額頭比較高 就用一點Bronzer把它修下去 如果是 希望這種 髮際線 拿來有一點頭髮的感覺 那你應該用帶點灰色的 讓它跟頭髮點融入 可是因為我是 額頭這個地方高 我想要 用Bronzer來修飾 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眼影啊 因為顏色是柔和好暈染的 所以用在臉上還不錯 細緻 可是如果用在眼睛上面啊 它的妝感就都是柔和的 好像沒有邊界那種妝感 如果你要很強烈飽和很強眼的顏色啊 可能就需要用眼線來加強那個線條感 還有強烈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眼影的特色是柔柔的 真的非常韓細 我覺得韓細的眼影就是這樣 這樣在下巴 感覺臉會 不要那麼長 我知道我臉很長 但是有的人留言說什麼麻臉什麼的 看來是有點傷心 不要亂罵人 可是我有修飾一下了 再來呢是打亮 因為我沒有買他們適合打亮的顏色 所以我要拿我的ELF的這個 MOMO ELF的這個Illuminating Palette 我之前有分享過喔 你們可以去看我的心得 然後我想要混合上面這兩個顏色 來做一些打亮 然後我要繼續用同一支刷子 藍的換 反正它很萬用 真的很萬用 真的很鬆 很容易飛粉 所以用量要小心 也是很柔和的打亮 今天都很柔和的路線 那我妝容呢 除了唇膏之外 都完成了 給你們看一下眼妝 然後等一下我再一一試那個唇膏給你們看 我覺得我今天妝容應該唇膏還蠻好搭配的 看起來應該都不會太怪異啦 第一支要試的是這個 粉色金屬管的 它其實是金屬光澤 但它全部都是塑膠 它蠻輕的 它們家唇膏都很輕 因為很便宜嘛 所以沒關係 這是10號 這支呢 顏色非常非常的百搭 豆沙色 然後有滋潤的光澤 它遮色度還好 但它真的很舒適 每天都可以用 很容易搭配 接下來這一支呢 是綠管的8號 接下來這一支呢 是綠管的8號 跟上一支比起來呢 稍稍往珊瑚色的方向移動一些 接下來這個是綠管的 這是幾號 9號嗎 色哪個正哪個反偶 9號 是個裝紅色 接下來這一支呢 是紅管的4號 這支是玫瑰粉色 玫瑰粉色 有豆沙色的成分 終於進入最後一支了 最後一支呢 是紅管的5號 就這樣 是紅管的4號 我現在晚上做了 好綠管的4號 沒有 請幾乎 都可以 users Roma